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经典美剧《闲时走肉》第五集的第七集 上一集说到,罗哥和卡洛尔在寻找贝斯的途中偶遇了诺亚 卡洛尔被警察撞伤带回了医院 罗哥带着诺亚返回教堂组织永旧 在前往医院之前,瑞克组织大家加固教堂的防御 把教堂的设备拆得七七八八,做成简易的护栏,将教堂围起来 罗哥要求刀女留下保护孩子,因为卡洛尔也想跟着去 但瑞克不能答应 刀女作为一名积极分子,不想错过这件事 想跟瑞克换换位置 但瑞克说,这是自己欠卡洛尔的 做好准备工作后,瑞克把孩子交给刀女,与卡洛尔拥抱告别 之后他们就把门封了起来 神父看着自己的教堂被拆,表情变得很复杂 说实话,这个神父的心态一直有些迷,我真的也有些看不透 瑞克带着剩下的人赶往医院 其实除了努哥和诺亚,也只有萨莎姐弟俩 而且萨莎尚未从失去爱人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几天一直表现得很激愤 我们说回贝斯这边 卡洛尔被送进来后就一直在昏迷中 为了安全起见,贝斯没有公开两人的关系 同一时间,六人组还在路上抽搐 福特园地带坐了好几个小时,还没从蒙逼的状态中恢复 帕拉告诉格伦,坏消息是,他们的水快要喝光了 格伦没想到,现在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他拉手,好消息是,他发现大家的名字首字母 刚好能拼成团结这个词,是不是也能喊个奥利给 不过这冷笑话,谁也没逗乐 目前的情况很纠结 尤金被福特揍得晕到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 福特自己也快成雕像了,谁理他就跟谁急 连刚刚亲热过的女朋友都想打 麦奇实在看不下去,恨不得当场给他一枪 结果人是冷静下来了,又开始跪斜思考人生 另一边,瑞克带救援组赶到了一月附近 打算在天黑后动手 瑞克布置了一下具体的行动计划 提到上楼后要放翻守卫 泰尔西问他该怎么放 瑞克说,直接一刀干掉 否则就不能保证过程安静 只有又静又快,才能占据优势 如果过程顺利,他们干掉一大半警察 就会占据人员优势 丹东亚却提到,他们还有12名病人 那些人可能会帮助警察 泰尔西也觉得这个计划过于理想 如果能顺利进楼当然好 但如果在门口就碰到警察 那就没法保持安静了 结果可能是全员活平 他建议在外面抓两个火口 作为人知跟医院交换 大家各回各家 瑞克知道泰尔西这个提议 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增贴杀戮 但他觉得还是来硬的最惯用 没想到,努格这次也同意了泰尔西的观点 诺亚提到过 当晚只是想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 他应该并不想开战 两个忍制,足够提条件了 局面变成了二对一 瑞克只好接受了这个方案 经员组离开后 卡尔就让神父挑扬武器赶紧练起来 现在他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又知道他能活到现在,全属运气 神父还是菜鸟一眉 恨不得看到刀都要晕倒 卡尔刚说了两句 如何切开丧尸头骨的技巧 神父就听得满头大汗 要求回房休息一下 医院里,警察回复道恩说 他们至今都没找到诺亚的踪迹 贝斯听到后,暗自开心 警察近日建议放弃对卡洛尔的治疗 他们那一下撞得不轻 谁知道能不能救回来 贝斯一听就急了 这家伙每天都给自己的DVD充电 却不想多用点电来救人 谁知,贝斯的冷藏热讽 反而激怒了道恩 他不可能当着手下警员的面 和贝斯这个病人站在一边 于是他下令让史蒂文 停止对卡洛尔的治疗 还指责贝斯说 是他害死了卡洛尔 他的统治本来就已经很脆弱 不能明面上跟警员们针锋相对 如果贝斯真想救人 也只能私下里出手 说完 道恩把药物储藏柜的钥匙给了贝斯 让他偷偷过去拿药 贝斯问史蒂文 卡洛尔目前的情况该用什么药 史蒂文猜到是道恩给了贝斯钥匙 但他提醒贝斯 道恩绝对没按好心 而贝斯顾不了那么多 一心想的救是救人 史蒂文虽然不想惹麻烦 但毕竟之前利用过贝斯 心里也有些内疚 就告诉他 剩下腺素可以平稳血压 但能不能挺过去 就看卡洛尔自己了 贝斯用一些水果做交换 让一个老病人帮他打掩护 顺利护入了药房 帮卡洛尔注射了身上腺素 但他仍然没有醒过来 贝斯很快制定了一个 瓮中猪鳖的计划 由诺亚出面 把警察引游过来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男警赵斯和女警美丽 很快中了陷阱 被瑞克他们绑了起来 赵斯从瑞克的行为习惯判断 他以前应该是个警察 便想要跟他谈谈 正当这时又一辆车子乱入现场 对他们开枪射击 开车的是赵斯的同事大快头 趁乱救走了两人 但车子没开出多久 就因为碾在地上的失血而抛了毛 瑞克他们追过去 又把赵斯二人抓了回来 努哥被大快头偷袭 狠狠地压在地上摩擦 努哥集中生智 一把扯下旁边的丧尸脑袋 打入了大快头 就这样 他们的人质又多了一个 但美丽告诉他们 这种交换人质的方法不一定管用 道恩把医院管得一团糟 警察们私下里想要推翻他的统治 让赵斯取而代之 这些事 道恩可能早就知道 所以未必会用人质来交换 如果瑞克肯放人 他们保证回去后就会干掉道恩 放走贝斯二人 这件事就算结了 但赵斯却不同意美丽的方案 他跟道恩认识八年了 对他非常了解 换人的方法是管用的 收回六人组这边 幼岩帝等待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的淡水喝光了 格伦三人到附近找水喝 麦奇主动留下看护邮金 虽然他的做法自私而愚蠢 但塔拉却非常理解 现实是 邮金确实百无一用 他只有一项保密的功能 就利用了他 怎么想也罪不至死 麦奇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他给邮金搭了个帐篷 避免他在昏迷中脱水 他劝福的还是想开点 今天信仰崩溃的人 并不止他一个 自己之前也对邮金深信不疑 罗歇塔做了个简易过滤器 分离合适里的妮莎 格伦偶然问起 他是怎么遇上福特的 罗歇塔说 他是在和行尸不斗时遇上了福特 他看中了自己的能力 说需要他的帮助来拯救世界 罗歇塔并没有想过 那是不是谎话 但那是灾变后 第一次有人需要他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让他活了下来 之后他们终于有了点好运气 河里还有一些鱼村活着 他们搜集了一些运动衣 将其中的内衬拆下了做鱼网 结果收获颇风 在麦奇的多帆劝手下 福特终于恢复了一些理智 正在格伦他们赶回来时 邮金也苏醒了过来 福特的手缓缓失效水平 终于还是打算活下去 神父回到房间后 很久都没有出来 刀女以为他是在逃避问题 始终不要以面对丧尸 神父说 我刀都拿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他根本不明白 教他使用武器 根本是在帮他 一副全世界都要为难我的样子 不仅如此 他还撬开房间的地板逃了出去 结果一出门 就一脚扎在钉子上 跌跌撞撞走了没多久 就被丧尸从背后偷袭 好在女丧尸战斗力不强 很快就被神父推倒 但当他看到对方胸前的十字架时 又想到那些悲惨的信徒 手里的大石头 怎么也砸不下来 赵斯看起来比其他俩人都要靠谱 于是瑞克跟他详聊了一下 赵斯说 当他可能会表现得很强硬 叫嚣着绝不妥协 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坚强 一直都在妥协 他本人的性格就是如此 瑞克将他还算有诚意 就告诉他 十分钟后大家出发去医院 在此之前 赵斯要求喝点水 为了拉近距离 还让瑞克叫他的小名鲍勃 莎莎一听就愣住了 他一直在为鲍勃的去世上行 于是对赵斯似乎多了几份同情 趁着瑞克不在 他主动跟莎莎搭上了话 说刚才看到一只丧尸 是他的老同事 因为代替他出勤 而没能回来 现在就被站在外面摆油路上 赵斯因此而感到内疚 总觉得出事的本该是自己 莎莎被他说动了 答应给他朋友一个痛快 于是就走到窗口准备设计 而这时 赵斯突然从背后 中印了莎莎 以上就是《行事走肉》 第五集第七集 赵斯这个角色 虽然只是路人 但演技真的是满分 他猜到瑞克不会放人 所以故意说 美丽的计划不靠谱 顺着瑞克的思路走 其实都是为了拖延事件 司机逃跑 而莎莎听到他名字后的反应 让他感觉到有机可乘 一番谎话 变得生起并茂 连我都差点相信了 要知道 瑞克团的人已经历经磨难 对人从不轻信 能骗过他们 着实不容易 那么 这家伙是否真的从瑞克手里逃走呢 人之接换计划能否成功 卡洛尔汉能不能醒过来 菜鸟神父的单刷之路 结果如何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下集剧情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